这个女孩拿出一颗子弹 熟练地将火药撒在四周 紧接着用步枪上膛的火星将其引爆 匕首迅速下落 很快一个巨大的玻璃罩被撬了下来 但你绝对想不到 这是一个重达十万吨巨大王虫的眼睛 因为其坚硬的外壳 是人们制作武器的绝佳材料 但这时希卡却惊恐地发现 上空竟然开始下起孢子血 原因无他 只因美丽的孢子含有剧毒 只要吸入就会当场死亡 原来就在几百年前 人间战争机器巨神兵开始无情杀戮 无情的大火几乎将所有文明燃烧殆尽 更可怕的是 大火熄灭后 世界又被一种恐怖的真军霸占 所散发出的有毒气体 占据人类90%的地方 变成人类不敢踏足的浮海森林 那里只有巨型王虫才可以生存 而现今供人类生存的地方少之又少 而希卡就是来自风之谷 因为其特殊的海风 风之谷才没有受到真军包子的侵蚀 作为公主的希卡却十分喜欢探险 只因他坚信只要解开浮海的秘密 世界就会恢复正常 随着有毒包子不再下落 希卡却突然听见了枪声 他立马乘着滑翔机飞了过去 只见一个暴怒的王虫 正在追着一个逃跑的人类 希卡快速飞到王虫身边 但显然王虫已经愤怒到极点 根本听不见 没办法希卡只能扔几颗闪光弹 随着闪光四起 王虫竟然真的停了下来 为了让王虫回到浮海森林 希卡又接着拿出虫笛 随着安抚王虫笛声一阵传出 王虫的眼睛变得越发湛蓝 紧接着在希卡的指引下 回到了森林 但希卡没想到的是 自己救下的男人竟然是 游历在外的老师幽巴 但他却带回来一个可怕消息 两人随后就回到了风之谷 在与村民分开后 幽巴直接找到了希卡的父亲 原来浮海的范围不断在扩大 国家之间为了生存空间也开始发动战争 就在几天又有两个国家消失了 但这时一旁的奶奶却说 这一切终将停止 原来风之谷一直有一个古老预言 在世界面临生死存亡时 会有一个身穿蓝色长衣的英雄 降临在一片金色的大草原上 最后拯救这个世界 可还没说完 风之谷上空居然出现一架不知名的飞船 希卡以为是嫡系立马飞了过去 却发现上面爬满了王虫 并且疯狂向飞船内部爬去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一般 眼见飞船即将撞上大山 希卡急忙呼喊飞船快点掉头 但显然飞船已经失去控制 熊熊火焰将所有王虫烧得一干二净 幸运的是 希卡从火海中救下了一个女孩 但却带着铁链 女孩说完最后一句话就死了 希卡对此十分疑惑 但这个问题很快就可以解答 就在第二天 村民清理飞船时 居然发现一个活着的肉球 就在大家疑惑是什么时 希卡的老师却一眼认出 这是巨神兵的胚胎 就在他们想要毁掉这个胚胎时 多鲁国的军舰却突然袭击风之谷 由于实力的差距 风之谷很快败下阵来 很快他们就闯进希卡父亲房间 看着父亲被杀 一向温和的希卡顿时暴露起来 对着敌军就攻击上去 可就在这时 希卡的老师却现身阻拦 还告诉希卡现在为父亲报仇 只会让村民全部杀光 很快多鲁国就占领了风之谷 而他们的目标竟然是巨神兵的佩胎 吉塔国的公主就是被他们绑架的 其目的就是让巨神兵复活 利用其力量将浮海的亡虫消灭 但因为原先飞艇被毁 多鲁国的首领决定在风之谷培育巨神兵 而希卡也将作为俘虏 第二天前往多鲁国 晚上老师发现希卡房间里有一处密室 进去一看 里面竟然全部是浮海植物 希卡连忙解释 而且他发现只要水土干净 就算是浮海的植物也不会散发毒气 而真正受到污染的是大地 第二天 希卡就被送往多鲁国 可就在半路时 突然遭到一架红色炮艇攻击 在其高超的技术下 红色炮艇不仅没有受到伤害 反而多鲁国的飞船被连续击落 希卡看着凄惨的一幕连忙爬到外面 大喊让红色炮艇不要再杀人 但对方显然没有注意到 而红色炮艇因为收手 直接被敌舰击中坠落 这时飞艇也即将爆炸 希卡连忙找到自己小飞机准备离开 但因为燃料不足 希卡带领货船迫降 落在浮海中的一个湖面上 水里浮出大量亡虫 直接将它们团团包围 就在大家以为要死时 希卡却平静地张开双臂 紧接着亡虫伸出金黄色的处须 也是意识到希卡没有恶意才转身离开 但下一秒他们顿时暴怒 向着另外的一个方向疯狂进发 原来是驾驶红色炮艇的那个男孩 他是培吉特的王子 但因为他杀了太多昆虫 导致森林躁动不安 虽然素不相识 希卡还是挺身而出救下了他 但不幸的是 为了躲避巨型昆虫的攻击 两人掉进流沙之中 被吞噬进去 等希卡醒来 却发现自己身处浮海之下 而且这里的空气十分干净 全部没有被污染的痕迹 都可以不带过力气 突然意识到什么的希卡 连忙趴在树木上 他果然发现树木在规律的净化水源 而下落的细沙就是枯死的树木 这也让他更加肯定 浮海的存在是为了净化被人类污染的世界 而王虫就是保护这座森林的卫生 这时男孩说 死在风之谷的戴儿就是自己妹妹 多鲁国为了巨神兵攻击了自己的国家 两人打算明天离开这里 前往男孩的国家培吉特 已经看到雏形 希卡乘着华翔翼来到了培吉特 却发现这里满目疮痍 到处都是王虫的尸体 相对于希卡的惊震惊 男孩却显得十分淡定 原来为了击退敌军 男孩的国家故意惹怒王虫引到这里 虽然敌军消灭了 但同时也毁掉了自己的城市 紧接着希卡又听到更为绝望的消息 原来他们得知巨神兵 和多鲁国的敌军在风之谷 于是为了将其全部消灭 竟然打算将把王虫引到风之谷 希卡震惊不已 立马想回到风之谷通风报信 可却被一群人抓住 好在男孩的母亲出手相救 偷偷给希卡换了衣服 随后在男孩的帮助下 才得以离开这里 希卡乘着华翔翼拼命的往回感 果然在半路上发现 一大群王虫正红着眼 快速向松之谷一动 就在他思考怎么让王虫停下时 他突然发现培吉特的卫兵 竟然抓了一只小王虫 看着小王虫身上的伤口 希卡顿时心痛不已 于是为了救下王虫 希卡竟然用身体扛着子弹 直接冲了过去 好在成功将对方击落 但希卡也身受重伤 而获得自由的小王虫想回到族群 可前方是被污染的硫酸虎 为了保护小王虫 他用身体死死地推着它往后退 但根本没用 而他脚却被硫酸虎腐蚀 即便这样他我也没有放弃 而小王虫似乎感受到了他的善意 眼睛不仅变回了蓝色 还伸出了金色的触须 将希卡的伤口治好 可远处的王虫根本没有停下 还是相冲之骨发起了冲锋 为了把他们一举歼灭 多鲁国的首领只好赶紧放出 他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巨神兵 巨型火炮迅速向王虫攻击过去 但谁想紧紧吐出了两炮 巨神兵的身体就扛不住 消失在了沙漠里 眼看王虫就要冲向人群 危机时刻 希卡带着小王虫及时赶了回来 他坚定地站在虫群们的面前 试图阻止王虫前进 但下一秒 看到这一幕人们顿时悲痛不已 但现在已经无法阻止 就在人们绝望时 王虫的攻击竟然停了下来 只见王虫围在希卡尸体的面前 小王虫不断地用触须疗伤 但根本于事无补 就在人们痛苦万分时 一只王虫伸出了金色的触须 把希卡高高举起 随后越来越多的王虫加入了进来 他们用触须治疗着希卡的伤口 将它团团包裹了起来 随后一道金光闪过 希卡竟然真的复活了 就像风之谷流传的预言那样 一位穿着蓝袍的勇士 踩在金色的草原上来拯救世人 而这位勇士就是希卡 他用善良感动了人们 也感动了所有的王虫 最后王虫终于退回了森林 继续保护浮海让他进化土地 而风之谷的风又吹了回来 多鲁国的首领也被希卡的善良感化 最后选择了撤兵 电影到这里也结束了 就像网友所说宫崎骏的动漫 从来不是给小孩看 在这部动漫中 不仅仅是探讨了 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更多的是想告诉我们 在黑暗中寻找光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而总有一阵风向你吹来 吹散生活中的阴霾 喜欢的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